她是波典女王,也是南瓜奶奶,她试试幻觉精神张傲患者,也是全世界身价最高的天才艺术家。 草菅民生对抗世界,治愈自我的方式,除了创作艺术,还写小说,诗歌。 这次的视频,我们通过草菅民生的三件沉浸式装置,结合她的诗歌,一起走进艺术家心里那无限蔓延的奇幻世界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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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020年新冠病毒大流行,草菅民生创作了一首诗。 鼓励大家一起面对世界的变化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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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